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如果告诉你可能有一天 来往香港和广州之间只需要20分钟车程 无论是去玩还是工作两边走都非常便利 广东省最新规划提到 计划兴建两条高速持浮列车铁路 连接京港澳和湖深广 世界第一部高温超度高速持浮列车 今年已经在四川成都亮相 一款持浮列车由中国自主研发 最高时速可以超过600公里 比起现时内地的高铁速度快近一倍 未来有望突破时速1000公里 在内地 现在几条中低速持浮轨道 已经在北京、上海、长沙运营当中 加上还在建的持浮线路 未来国内至少有十几条持浮线路投入服务 持浮时速低过160公里的 主要在景区、市内近距离行走 时速是160至250公里的中速持浮 主要用在里程较长距离范围 广东提出救赏的高速持浮线路 以跨省交通为目标 主要在重点城市之间行走 高速持浮列车仍用为贴地飞行 这种非一样的速度 源于持浮技术可以使到列车 克服重力、沿浮或吸浮在轨道之上 不会产生轮轨摩擦 不受空气阻力影响 所以能实现超高速运行 因为无轨接触 列车震动小、舒适度高 而且低噪音 由于高速持浮是普轨运行 没有脱轨的风险 在台风、暴雨甚至雨雪冰冻的气候条件 都不会影响运行 持浮列车是低耗能、环保的轨道交通工具 比起目前最先进的高铁小耗电三成 在时速500公里下 每座位的耗能只是飞机的三分一到二分一 比起汽车小耗能三成 不过持浮列车营运和建造费用极高 以上海持浮线为例 大约30公里的线路设计投资 就要价近90亿人民币 根据地形、路面和设计运送能力不同 造价又会相应提高 车辆和路轨的维修费用也很贵 或者你会问 内地已经建好了完整的高铁网络 为何还要发展持浮列车呢? 主要是考虑营建成本和自主研发的能力 由于高铁的技术相对成熟 中国的发展必须有新型快捷铁路的带动 在取写之下 先高速发展高铁配合经济增长的需求 未来5年,国家铁路部门将重点发展高速持浮系统技术研发 时速600公里的高速持浮 可以与高铁和航空运输的需要互保 中国的高效、快捷方面的交通 迈向真正的超高速时代 下期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